HELLO 大家好我是月子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純素巧克力慕斯滑派 那身為巧克力控覺得不拍這個影片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 加上最近其實吃巧克力吃很大啦 那它一樣是免烤的 相較前陣子分享的那個豆腐的慕斯派 這個慕斯派吃起來更濃郁一點 而且這次試要用兩種不同 就是用兩種不太一樣可以替換的食材 然後創造會不一樣的口感 所以你都可以試試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開始我們先來做底層 需要的食材有去紫的椰藻乾 傳統燕麥片 然後還有核桃以及一點點鹽 那我們一開始這次需要一條食物處理機 然後先把椰藻放到裡面 把它攪打大略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我們放入其他的食材 包含燕麥片核桃 然後一點點的鹽是提味用的 你可以不加但我建議你加啦 就是味道會真的會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們把它攪打到像麵包屑這個樣子 之後呢你就做一下刮背的動作這樣子 讓他們攪打混合均勻 然後是質地的情況 我通常都會加一點點的飲用水去幫助他們攪打混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再攪打混合你會聽到聲音不太一樣 那像這個樣子就差不多囉 然後接著我們就把模具拿出來 我是用兩個小的4吋派模 你也可以用一個大的6吋的 對 然後我們就把底層的混合物給放進去 然後接著你可以拿一個湯匙 或是你直接用你乾淨的雙手也沒關係 就是把它按壓緊實一點點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冷凍備用 那接著我們就來製作主要的慕斯餡 需要的食材有生可可粉 全子椰奶或是你用椰子奶油 這是兩種都會示範 對 然後還有嫩豆腐一樣有它 以及一點點的鹽 還有蜂糖漿 純香草精 喔對了差點忘了 完整的食譜細節我都會放在下方的描述框裡 就是份量那一些 那製作這個內餡非常簡單 就是把全部的食材放到食物調理機裡 把它攪打混合均勻 我一開始先是用椰奶 那建議你是用食物調理機 就是它會比較綿潤均勻 而且會比較滑順沒有顆粒的口感 那豆腐要記得就是把它瀝乾 因為像有時候我豆腐沒有瀝得很乾 它就會太水 那變得凝固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建議要瀝乾這樣 那攪拌的時候建議搭配攪拌棒混合使用 中間停下來做刮杯的動作 那把它攪打混合均勻至滑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取出冷凍的那個底層 然後我們把它倒入模具內就可以囉 然後像因為這次是用椰奶的關係 加上豆腐 水沒有粒的那麼乾 所以它會比較水潤一點 那沒關係我們就把它放到冷藏 至少三到四個小時 那接下來就是示範用椰子奶油 因為椰子奶油它的質地 比鹽奶上面的那個脂肪層更濃郁一點點 所以我這次是改用食物處理機 那一樣就是把全部的食材都放進去 我這次是用這個Coconut Butter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濃郁 很像抹醬那樣的質地 那中間停下來一樣做刮杯動作 然後你記得可以試味道 就是調整蜂糖漿的用量 我再加了一點點 然後把它盡量攪打到均勻滑順這樣子 那倒出來的時候你應該就可以看到它幾乎是完全可以用抹 就是有點像那種鮮奶油的質地那樣子 那這次當然是沒有鮮奶油啦 接著我們就把它一樣放入冰箱冷藏 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然後加著肌肉一樣脫膜取出來 表面可以撒上一點點可可粉 就是增加它的可可滋味 我又再加了一點點的可可碎豆點綴 那這樣子就可以享用囉 那這款是用椰子奶油製作而成 你可以看到它的質地真的非常的緊實 然後挖的不是很好看 所以請不要介意 但它一樣的非常美味 所以我肉馬上挖第二口了 它吃起來非常濃郁 又帶著可可的濃郁滋味 我非常非常的愛 那希望你們製作後也會喜歡這個巧克力甜點食譜 巧克力控們歡迎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這樣子我就會知道我做超巧克力控了 我最近真的超愛吃巧克力 就是甜點幾乎是滿滿的巧克力 就這樣 那這次就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 我們下期見囉 開電源 好醜喔 欸